这种侧面能修饰下颌骨 正面能修饰颧骨 披头发 扎头发都很有味道的韩式慵懒小刘海要这么搞 剪的时候很简单 先给头发中分 然后两边各分出来这样一把子头发 大概的话就是沿这条线 然后你给它每一段分一些出来 然后整个堆在一起就可以 剪的时候记住长度不能比下巴短 就不会出错 手材脑你也不要用剪刀了 用刀片去刮 这样的话一方面不容易出错 另一方面剪出来的会比较有层次感 用刀片刮的时候从上往下刮 记住内侧短 外侧长 第一遍你可以先去练练手 试个水 多留一些余地 然后第二遍再从上面慢慢的去给它往下刮 精修一下 到这儿的时候就可以分柳去给它刮了 你看哪一柳觉得有点长 你就去给它刮一刮 就记住靠脸的这边短 靠耳朵的那边长就行了 中间的话也可以分一些小碎发出来 找到比眉心低一点的位置去给它修剪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这里头发风吹在中间它也好看 然后分到两边去也好看 剪完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效果 卷的时候先用卷发棒垫一垫发根 卷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夹片朝外 就是这个银色的片朝外 然后一边向外转动你的卷发棒 一边向下移 把下面的头发也带上 然后再用手拨撒 你看它这个弧度就出来了 如果你喜欢自然感的流汗 就这样的日常用就可以了 喜欢卷杂一些多一些 你就在刚那个基础上去选一些头发 按照刚才那个方法不停的操作 多来回几遍 两边都卷好之后差不多就这样的效果 这样你就劈头发扎头发怎么看都好看